由劳动局辅导设立的庇护工厂 使至路口咖啡屋 店内贩售的点心面包和咖啡饮料等等 大多是由身心障碍者制作出来的 而劳动局为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庇护工厂 同时妥善运用支援办理亲纸活动 因此与庇护工厂业者合作 共同推出手工饼干亲纸DIY体验仪 才开放报名不久名额就已经爆满 将面团揉捏后开始压扁 用模具压出各种形状 再放上一些装饰 亲手制作的饼干就大致完成 这时主办单位邀请市政府官员和民众 一同在记者会现场 直接体验自己动手做饼干的活动 当然以前是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然可以看到隔壁的这些心障碍者 他们其实也很认真的做 那么非常集中精神 那么当然我们一般常人来讲 可能比较清楚 对他们来讲感受到他们的用心 我相信背后隐藏着他们的敬意精神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提供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这些心障碍者 有更多的类似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在职场上面 有一定的表现机会 劳动局表示 为了让社会大众多家认识 和支持庇物工厂 因此与福岛设立的 十字路口咖啡屋业者 共同举办手工饼干亲子DIY体验营 而活动才开放报名 不久就已经额满 他们能够跟社会大众接触 或者是这样社会大众能够看到 他们的成果 这个机会是比较少 所以其实这样子一个 观光工厂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一个体验营的这样一个概念 可以让更多社会大众看到说 他们实际工作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他们看到 他们工作的地方的品质 甚至会吓一跳 庇护工厂业者也在现场 推出四项新产品 全部都是由庇护员工手工制成 也让民众在现场直接品尝 我最喜欢吃的是核桃盐烧 因为它不仅有核桃 然后它有我最喜欢的巧克力的口味 所以我在四种饼干中 我最喜欢吃的是核桃盐烧 劳动局表示 福岛设立庇护工厂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成功的让许多身心障碍者 学习到一技之长 希望透过首次开放的亲子体验营 获得更多民众支持 共同关怀弱势 台湾有新新闻 武皇盛想采访报道